那个女生自始至终也不抬头 口罩都戴着 那我就想说 这怎么相亲呢 大家也都看不到脸啊 对吧 男生简直是很任性啊 运动装的T恤 短裤 然后拖鞋 然后这个拖鞋呢 都是也不干净啊 拉里拉他的 指甲该好长 一种感觉就好像是被 双方的家长都互相压着过来 来这边去做这件事情的 嗨 大家好 准备老赵 又跟大家来见面了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点小事情 就是因为我呢 去买咖啡的时候 在85就看到了 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让我勾起了以前的一些回忆 就是在85的时候呢 我看到一组相亲 我在那等待的时间呢 我就顺便观察了一下 在85相亲呢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我一想说 那个相亲应该是在家里啊 或者是一个隐蔽的稍微私人一点的场所啊 不会在这么这么大的公开场合去相亲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对于两个人的穿着上我有点差异 我想说相亲是不是应该要讲究一点 正是一点 结果就很出乎我的意料啊 女生是先来的 就是应该看那个样子 就是一个女生 大概看起来将近30岁左右的了 然后有两个女生 然后有两个女生陪伴 这个两个女生有一个我想可能是妈妈或者是阿姨之类的 然后坐在那里就是等待的时候呢 我就观察了一下这个女生 而她稍微有了一点点的就是打扮 就是上衣啊跟裤子啊 还有鞋子 就有一点点打扮 然后戴个口罩 就坐在那里等等待 待会呢就又有另一组的人过来了 就是一个男生 那个呢可能我在想说是不是阿嬷有一个稍微年纪大一点的 然后还有一个妈妈陪伴 另外有一个呢 我就知道他坐在两家人的中间那个位置 应该是介绍人 然后都来了之后呢 这个男生呢 好像也没有跟大家大的招呼 然后他直接就来咖啡 这边点咖啡 大概叫了几杯 就每个人一杯嘛 然后就回去坐 那个女生呢自始至终也不抬头 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嘛 就都口罩都戴着 那我就想说这怎么相亲呢 大家也都看不到脸呢 对吧 就蛮奇怪的那种感觉 好像对相亲的这种热情也没有什么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被双方的家长都互相押着过来 来这边去做这件事情的 然后我就观察了一下男生 男生简直是很任性啊 就是运动装的T恤 短裤 然后拖鞋 然后这个拖鞋呢 怎么讲 就是也不干净啊 拉里拉他的 指甲该好长 然后就点完咖啡就坐到那里边了 紧接着我们就看那个 那个那个介绍人 就跟大家介绍 那我就 因为他在中间做介绍 所以我确定他就是介绍人了啊 他可能就就手笔 说这个是谁谁谁 这个女生 这个是他的阿姨 这个是他妈妈 然后这个呢 男生是谁谁谁 然后女生还是不抬头 就也不讲话 也没有点头 也没有 也没有示意说 想要认识的那个医院 连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 然后这个男生呢 是都还好 有礼貌 就是跟对方的那个家长 点点头啊 也想要跟对方这个女生点头 但是这个女生丝毫就没有理会 从开始到现在就是 那个介绍人在介绍 也都不抬头 然后我就想说 这个相亲可能一从开始就应该要结束了吧 然后待会呢 咖啡就来了 我想说喝不喝呢 会不会女生那个口罩都不会拿下来呢 还好都拿下来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双方双方这个样子 这个口罩是他就这样拉下来 喝一口再戴上去 喝一口再戴上去 连整个的容貌都没有完全看清楚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互相呢也没有什么语言的一个交流 男生也没有说 那个你多大了 或者是你在哪里工作呀 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双方有一些 想要最基本礼貌的这种问候啊 或者是对谈都没有 反正就待了一会儿 因为我买的咖啡呢也已经好了 就我买好的这个同时 他们的相亲也结束了 然后就各自 我不知道可能就是也没有 好像很多很大的意愿一样 就互相道别就离开了 就是一个简单的拜拜 男生呢稍微还有一点礼貌 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然后各自就分开了 相亲本来就是最开始的这一面呢 应该是给大家去展示 一下自己的好的一面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会这个想法 对这件事情这么的不care呢 这个是我有一点不懂的 可能是我们那个年纪 跟那个年代 对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在我上学的之前呢 那个年代我都是在农村生活的 都是在家里边 那时候我在读国中那段时间 所以那段时间里边呢 我也是见证了好多的 关于农村的这个婚姻介绍的 这个部分啊 我们邻居 就是有一个试婚的叫叔叔啊 那时候他大概二十几岁 农村是这样的 我们北方的农村 像我家乡那块了 就是大概十五六岁之后 就是读完国中以后 你就已经确定说 这个孩子将来会不会在农村了 因为我们那边很重视考学 如果你考上高中中专 或者是师范 或者是将来要读大学的 基本上家里都 家里不会给相亲的 这回事 一定都希望孩子往外考 但有的学生呢 他就是没有学习的那根金 那没有那个会根 怎么办 他家里早早就做打算了 可能十五六的时候 家里边就给他新建了房子 开始就是向大家展示 我们家的基本状况了 然后就为了将来 有机会 没人看到了之后呢 说一门好的亲 像我隔壁的这个叔叔呢 我就见证了他多少次的那个 相亲活动 因为他每次都会叫我妈妈 去帮他去看 然后我呢又很小 我妈妈去哪里我肯定会跟着呀 放学的时候我就会跟着去看热闹 我这通常都是 在他们家坐好了 然后媒婆领着 没人呢 不叫媒婆 没人就是领着别人家的女孩 或者是他们家 跟着的来的一些亲属 到家里边 男生就很热情的去招待 哇 瓜果离桃的准备好 然后介绍一下这些谁 都穿得很盛装的啊 大家都对这件事情很重视 所以我就对刚刚那个男生跟女生 他们对于相亲这件事情的不重视 和对双方的不尊重 让我是不理解的 最起码 不论这个相亲成还是不成 这个印象自己还是要注重一下 形象自己还是要注意一下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认为啊 然后那时候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的 然后坐下来谈谈啊 说哎 南方怎么怎么样 多大年龄啊 你在做什么啊 顺便也说说话 看看有没有口吃啊 我们北方是很注重这件事情的 有没有口吃啊 有没有那个大舌头啊 然后两个人说一说 觉得很OK了之后 然后没人就说 你们出去走一圈吧 然后两个人出去走一圈 这时候呢 屋里的人就是要看一下 这两个人站起来半步半配啊 走路腿脚有没有什么毛病啊 有没有长短腿啊 然后有没有走路一扭一扭的 等等等等 我觉得那时候真有趣啊 就是整个的农村的一些欢乐的生活 欢乐的元素 可能在相亲这里面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然后两个人出去走一圈之后 大概走个五分钟十分钟 两个人回来了 那觉得还不错 然后就是说啊 继续交往下去啊 然后过了没几天 可能就会我们农村讲 叫串小门 串大门 就是小定跟大定 然后基本上就定下来 那这些呢 是以前的那个年代 九几年的时候的相亲是这样 我还要记得我有一个书 说是那个六叔 他们在农村来讲 是非常抢手的 他虽然住在农村 可是他的户口是城市户口 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呢 农村户口跟城市户口是有天壤之别的 因为城市户口代表你有一个铁饭碗 就是有一份正式的事业单位的工作呢 你就有各种的年节的礼金啊 奖金啊 还有退休金这个部分 所以有城市户口了 有了固定的一份工作之后呢 你就会成为那个当地很抢手的人物 那我那个六叔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失婚的年龄的时候 哇 我竞争了他太多次相亲了 因为我妈妈是 呃 城市过来的 嫁给我爸爸的 所以大家对于他的审美 或者是他对于农村的这种 呃 乡里 乡里乡亲的这种交流啊 大家都蛮幸福的 所以也很 呃 赞同他的一些看法跟做事方式 所以有个大事小情什么的 都会请我妈妈去参考一下 去给一些意见 他呢 就变成说 每带一个新的 相亲的对象的时候 一定要来带回家给他爸爸妈妈看的 同时要叫我妈妈看一下 然后我就记得 每一次叫的时候呢 我也都会跟着看 那这个叔叔每次 带了一个新的女朋友 就会从他的家里边走到我们家 大概有隔十几户人家吧 他就会故意的带他 从他们家门口走过来 走到我们家 他说嫂子你要帮我看啊 然后再走回去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真的是不止我爸我妈看啊 你知道乡下晚餐时间 吃完了晚餐之后 干嘛也没有什么事情 那时候的电视节目呢 并没有那么的丰富 所以呢 我们茶余饭 吃完饭之后 就会出来到外边乘凉 到这个路口啊 到门口 大家坐在哪里就一起乘凉 所以他就变成 从那边过来的时候 变成整个街坊 都在帮忙看一下 那个感觉啊 压力蛮大的 其实我那时想说 哎那个女孩子 每次来都那个勇气 都都可佳 如果是我这种心情呢 我真的没办法 从那个头走到尾 因为要经过那么多的眼睛 啪啪啪啪的啊 盯着你去看去品头论主 等你走过去之后 你知道农村人的那个 态度啊 就是你可能边走了 两个人就在那边议论 哎呀呀 这个身材挺不错的 或者说这个眼睛挺大 可是有一点爆牙 然后哦 这个腿脚好像不是很灵便 为什么走起来 那个右脚怎么怎么样 可能就会做一些这样的讨论 那我记得这个叔叔 真的 我就光 我看可能二三十个 那个女朋友 不止哦 好看的 高的 矮的 胖的 瘦的 工作单位 各种东西他都挑 包括甚至他的 呃 那个呃 这个女生的家庭状况 是怎么样的 然后爸爸妈妈是怎么样 有没有工作 然后身体好不好 等等 他都成为他挑剔的一个原则 后来呢 挑挑挑 实在是太大了 挑到三十五六岁 最后就选择了一个 那这个呃 后来成为我六婶的这个人呢 就是在大家眼里边 真的是很不OK的哦 就是形象也好啊 呃 言谈举止 大家都觉得不好的 结果最后呢 就是没得选择了 那时候已经 大家也都不愿意 给他再介绍了 因为他实在太挑剔了 最后就找了一个 非常非常普通的人 去结婚了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 对于相亲 就是很无感 都要自由恋爱 不用说他们了 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学的有一个评句 叫什么 刘巧而我自幼儿 嗯 长大以后 我要自己找婆家 所以那句的歌词 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 我心里边也设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长大之后呢 我要自己找婆家 我不能 不太能够接受 就是相亲这样 第一个 我见证了太多的 那个尴尬的场面 那种情形 是我自己本身 实在是受不了的 当然我就很用心的 往这个方向努力 我就是想说 那我要想摆脱 相亲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我自己首先要 从农村考出来 考学 我才能够摆脱 就是在乡下去被介绍 相亲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我很努力的去考上了 一个上级的学校 然后那一年呢 我们是最后一批包分配 中国的政策里边呢 什么叫做包分配呢 92年之前的中专生师范 或者是 那时候就是大学毕业 全部都就是由政府统一安排工作 比如你学的造纸专业 你就分到造纸厂 你的幼师专业就分配到幼儿园 那像我 比如说我学文化艺术管理的 学艺术类的 那可能我们就是文化馆 文化局 就直接出来就是 我们讲的叫铁放碗 也就是讲的是公务员 我们直接毕业就是公务员 这样 但是92年之后再入学的 就没有这个待遇了 所有的工作 你都要自己去找 自己找用人单位 然后用人单位 愿意接洽你 你就可以落户口 有些演变嘛 因为后边的大学生 或者是中专高中 已经满地开花了 你现在可以看得到 大学生到处都是 甚至曾经有一个笑话 就是说从楼上掉下了一个砖头 随便都可以砸到一个 就是硕士生 研究生之类的 那老赵有没有被相亲过呢 因为我虽然极力的 想要摆脱被相亲 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是还是难逃厄运的 我也是被相亲 因为有个叔叔呢 那时候虽然我们包分配 但是我的毕业之后呢 我可能会回到二线 或者是三线城市 到那里去工作 那他跟省级的事 就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户口能够留在沈阳市 那就不一样了 其中有就是 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六叔的二哥 我叫他二叔 他是社会关系非常硬的 这么样的一个人 然后我们两家关系 特别特别的OK 他就是说 把我的一些关系什么 就帮我留在了省城 那这个能够留在省城 那在过去来讲 那时候啊 可能你花二三十万 才能够去 还得有关系 有人你才能 可以去 保护口留在那里 但是呢 处理好的同时 他又要帮我介绍男朋友 我就不敢抗拒 你懂吗 那时候我的年龄啊 还不是很大 就是大概十七八岁 毕业之后 他就 要帮我介绍男朋友 我不敢拒绝 介绍一个 我就去看一个 介绍一个 我就去看一个 可是呢 虽然我去看了 说实在 我是没有 心里边没有热忱的 首先我就因为 抗拒这件事情 我不敢不去的原因 是因为对这个 叔叔跟省省的尊重 因为他们非常非常的热心 我记得印象 有一点点深刻的是 那个二省呢 就跟我讲了 比如说 我们是农村出来的 就是外表形象啊 非常不错 我们自己本身 个人条件不错 那我们帮你介绍 这个男朋友呢 家境非常棒 就是社会地位啊 还有他本人的工作啊 这个人什么的 都很不错 你呢 要主动一点 然后我就听了之后吧 我就心里边 抗拒的更厉害了 想说 我为什么要主动一点 我那时候还是 爱情至上 就是首先我要有感觉 对吧 我就还没有想要相亲 你现在强硬的 让我来相亲 然后我就心里边很抗拒 无论这个人有多好 我好像都不想去考虑了 就是不懂事嘛 那时候 所以呢 他又讲了这句话之后 我那种应该是 是自卑心吗 还是怎么样 我现在搞不懂啊 就是从心里面 往外的去抵触这件事情 我认为我没有必要巴结你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什么 如果他的家庭地位 社会关系 还有他本人的工作 也都非常好 那我是一个农村的 我认为他到时候 对我的父母是怎么样看在呢 对我父母会不会有这种 阶级的这种看法呢 或者也就是想了好多好多 内心是特别特别抗拒的 当然就也没有成了 后来可能我二叔二神 也看出我的意思了 就是没有主动想要去交往的语言 帮我介绍了三个 就不再介绍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老赵也被相亲过 所以呢 今天老赵就把这个相亲的趣事呢 讲到这里